Trees and Sorting 我們開始今天上課 我們上次講到Trees and Sorting 主要介紹了所謂Merge Sort Merge Sort的執行的過程它會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Splitting的部分 所以變成Splitting Tree 然後再Merging 再把它Merge起來 所以基本上兩部分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個Merge Sort的Pseudocode 這是主要的部分 後面我們還會呼叫一個Merge 另外一個Procedure 我們等一下再講那部分 我們先看它做什麼事 我們記得我們在Splitting過程就是 有一個List 你Split就把它分成兩個List 兩個List各一半 基本上只是要處理基數的時候 基數的時候就是前面那半會 前面那個Split會多一個 那這邊你看前面就在做這個事情 N大於1的時候 你就把N除以2去Flower 所以7的話這個N就變4 所以你就把前面那部分A1到AN 放到這個L1去 這個AN加1到AN 你做到這邊就把它分成兩個List 一個叫L1一個叫L2 所以原來一個L的List 是A1到AN 你做到這邊就把它分成兩個List 兩個Sublist 一個叫L1一個叫L2 然後下面再去 扣一個Procedure 叫Merge Merge這個Procedure 就是把兩個已經排好的List 這個SortedList 把Merge成一個SortedList 所以後面我會看這個 這個Procedure在做這個事 那這邊呢 L1 L2你要把它Sort好 所以呢 他要再去叫MergeSort 這個自己 所以這邊會扣它自己 所以你看這邊會怎麼樣 你扣它自己 原來L1是一半嘛對不對 所以你再要扣自己 他在做什麼事 他會再把它分成兩個Sublist 然後 再去扣它自己 然後 如果回來再Merge 所以你又分成一半 然後那個前面那一半 就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再到這邊來 他又分成一半 所以一直到什麼時候為止 一直到 N等於1的時候 對不對 N大1的時候都一直在分嘛 那你扣到他自己 只有一個的時候 他就不做了 就回去了 所以當這兩邊都只有一個的時候 他就做下一件事 就把它兩個List 這各只有一個 把它Merge起來 OK對不對 那你扣到它是兩個的時候 你再扣下去 各一個Merge起來 所以回去以後 那個L就變成 有兩個 它已經排好了 那這邊如果也做完回來 所以這兩個都排好 各四個 所以你又再去Merge 然後你又完成 又回到前一層的去 好 所以整個結構就是一個 Recursive的 就是它會扣自己 扣自己 那一直會分到每一個List Sublist都只有一個的時候嘛 然後才會回到這邊 再去做Merge的事情 全部都做完 全部都回來 整個就排好了 所以它大概架構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Recursive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只差在描述 這個Merge這個東西 那就全部就結束了 所以Merge這個東西 只是把兩個Sublist Merge兩個older的Sublist 已經排好的Sublist Merge成一個 一個older的List 好 所以我最後會把L1 L2 Merge成 放到這個L這個裡面來 所以L一開始 這個Amplist 然後下面呢 就在做這個式 把這兩個older的Sublist Merge成一個 一個older的List 放到L裡面 好 好 我們看這個Merge做什麼事 這個基本上 就跟我上次講那個例子的時候 是一樣的 就是我現在有兩個Sublist L1 L2 它都已經older的 就已經排好了 順序排好 然後我要把它Merge成一個 依照順序排的List 那我就放到L這個裡面 所以L一開始是Empty 那我要做Well 我當什麼時候 我就要執行這個Well Loop 就是當L1 L2 兩個都不是空集合的時候 兩個都還有東西 至少有一個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做下面的事 那你做什麼事呢 兩個都不是None 兩個都None 體的時候 你做什麼事 你就把這個L1 L2的第一個element 就是最小的 兩個最小的拿來比 那比出來一個比較小的 就放在L的右邊 因為L1一直空的 放進去就第一個 然後如果One Less的Empty 如果兩個都還不是Empty 所以你再做這個事再回來 如果現在兩個都不是Empty的時候 因為你移走以後 可能有一個會變Empty 如果這時候兩個都不是Empty 我就不會做下面這個動作 那又回來 那又做什麼 又做剛剛同樣的事 這兩個第一個element拿來比 比較小的再放在L的右邊去 L的每次進去是從右邊進去 所以最小的先進去 第二小的再進去 第三小的再進去 一直做到 當L1、L2有一個是Empty的時候 原來兩個都不是Empty 你可能移了一個以後 有一個就變Empty 那有一個變Empty的時候 就怎麼辦呢 就剩下的 就另外一個Less 剩下就比剛才已經排過那些都大 所以你就把那些全部一次都放到 這個L的後面去就好了 所以你就把另外一個List 因為一次只會移一個走 所以如果原來兩個都Empty 最多就有一個Empty 所以另外一個就不會是Empty 那你就把另外一個List 剩下來的所有element 加在L的後面 因為它已經比剛才Merge出來那些都大 所以你就加後面 變成它按照順序的 你就加後面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Merge在做這個事 就跟我上次 我在講那個例子的時候 用嘴巴講的是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整個就是Merge salt的Pseudo code 所以這個就是在描述我們上次 用那個例子來講的時候 Pseudo code出來就這樣 再來我們就要算一下 算一下這個複雜度 這個複雜度 到底跟我們以前交過的兩個Salting algorithm 一個叫Bubble salt 一個叫Insertion salt 那個複雜度跟那兩個Salt 我們可以比一比 比較一下 那我主要要比較的是這個Number of Comparison 我倒要做多少個比較 OK 那我考慮的是Worst Case 就Worst Case的 因為這個不一定嘛 這個不見得有些時候會 比方說這兩個List 搞不好一個就在另外 就是你不知道這兩個List的大小關係是怎麼樣嘛 所以這個比較個數會跟兩個List Subless L1L2的大小關係有關 所以比較都發生在這個Merge裡面的時候 Comparison 這邊沒有Comparison 對不對 都是在這個Merge裡面 Merge裡面 那邊除了那個叫Merge那個以外 其他都沒有Comparison Comparison都在這邊 在哪裡就是Remote smaller of the first element 你要這兩個First element要比 才知道哪一個smaller 所以Comparison主要出現在這個地方 Smaller of那個 你要比了以後才知道哪一個比較小 好 所以我們就稍微計算一下這個Worst Case的 Comparison的個數 那第一個我們先看 如果我有兩個Subless L1L2 那我要Merge 這個最多 在這種情況下最多會需要多少個Comparison 好所以我現在有兩個List L1跟L2 這個都已經是Sorted 你去執行這個Merge的時候 它兩個都已經排好了 所以L1和L2是Sorted List Sorted List 已經排好了 然後呢各有L1有M1個Element L2有M2個Element 那我執行剛才這件事情 這邊這個事情 我到底需要多少個Comparison 那需要最多多少個 我剛講過 除了跟它兩個個別個數有關 還跟這個M1跟M2的大小關係有關係 那最差是怎麼樣 最差就是每一次都在比 就是你要比到最後 對不對 你可能比到一半 因為全部一個List已經完了 所以後面那個段就全部 就全部加到後面去就好了 所以就不必比了 那worst case 你就比到最後 要比到最後一個 那比方說你各一個Element 你就要比幾次 比一次就好了 對不對 那你比方一個是兩個 一個是一個 你最多要比幾次 比一次就少了一個 比兩次就少了一個 那剩下一個就不必比了 所以worst case是多少 worst case就是把這兩個數目 加起來-1 對不對 剛才各1就是1 如果1個2 1 2就是2 所以就是M1加M2-1 每一次少一個 少一個 那全部有M1加M2 少到一個的時候就不必比了 所以就需要最多 我們說 comparison是N1加M2-1 好 所以at most N1加M2-1 comparison used to in merge 括號L1和L2 to produce a sorted list 好 那我大概算一下 所以我先假設這個 我全部有N個Element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做sorting 我有N個Element 所以N剛好是2的次方 就這樣比較好算 那你不是剛好2的次方 那只是到時候你算那個bigo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一樣 所以用剛好2的N次方 比較好算 那如果你不是剛好2的這個次方的話 那你的複雜度就在這兩個2的次方中間 那你取bigo的時候那個影響就沒有了 我基本上要算bigo的case bigo的這個form 所以我假設N有2的H次方個Element 好 那我們看看到底要做多少的comparison 我們就用那個前面的那個splitting tree 跟這個merging tree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在這個splitting的case 在splitting的process裡面 我會變成怎麼樣 我一開始有2的H個Element 好 那我們每次就把它分兩半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就分成2的H-1次方 對不對 我這個數目是 這個數字表示它那個lux裡面的Element的個數 那我再來我再把它分兩半 好 OK 那我就一直分下去 那我就一直分下去 好 到最後 這個level 中間還是點點點 好 然後呢我這邊標一下這個level 我算一下這個 每一個level的時候那個數目是多少 這是level 這是level 那第一個對應的是level0 level1 那typical case是在level k的時候 那最後會到level h 對不對 好 好 level0的時候只有一個vertex 是 裡面有2的H個Element level1的時候有兩個vertex 每個裡面的element個數是2的H-1次方 那到level k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推一下 1的時候是2的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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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然後呢有幾個pair 就是 我這樣叫一對嘛 這樣叫一對 那有多少個pair 這是一對 level1的時候 level1的時候有一對 對不對 這兩個一對而已 那level k的時候有多少對 level1是一對 對不起 是2的0次方 一對嘛 一對嘛 那level k的時候有幾對 有2的 這個 這個 k-1 對 那到最後就有多少對 2的H-1對 這個是一對 這一對 這邊有多少個 每一對有兩個 兩個 葉子 那每個葉子是一個element 全部有2的h 次方element 所以有幾對 有2的h-1對 那這邊有多少對 有2的k-1對 這個level1的時候 有2的0次方就一對 然後我根據這個 我們再來算這個 comparison 的數目 我就拿一個 然後我先拿這個 最後一個 最後這個level的時候 level H的時候 我要做幾個 comparison 我這個兩個各一個 所以我這個要做幾個 comparison 做一個 comparison 1加1-1個 這個每個都做一個 然後有幾對 有2的h-1次方對 所以全部這些都有幾個 幾個 comparison 就是2的h-1次方 減掉這個每一對所需要的 comparison的數目 乘上每一對所需要的 就是在這個level 所需要的conparison數目 就是你merge回來的時候 所需要conparison數目